《小北牌》和《書法》看起來好像風貌不相及 他們的關係卻是相輔相成的 我們習以為常的公共小型巴士 早已成為香港特別的人民風景之一 六、七十年代,香港街頭出現各式各樣的白牌車 這些私營車都會在車前放一塊紙皮 寫上它的價錢和目的地 這些紙皮就成為了第一代紅車的小巴牌 當時的紙皮牌大多數是由司機請寫信佬去寫成 當時的寫信佬的書寫工具正正是毛筆和墨汁 當年的巴士登箱使用毛筆書法私印布藥 紅車輛因此承襲了這個慣例 一直沿用至今 八十年代小巴的發展是高峰期間 十四座位轉為有冷氣的小巴 當時有六至七位小巴牌的師傅 在九十年代之後,開始走下坡 集體運輸系統、普及和成熟 每一個地區的地鐵站一開 令到那區的小巴需求大監 影響小巴葉的生態 經營了這門手藝幾十年 每當遇到城市最新的發展 例如新市鎮屋苑的樂城 我都會透過小巴牌一字一句 去體驗和記錄香港城市的發展 小巴牌最有趣的其實是顏色 所有的小巴牌都採用紅白藍 因為白底紅字是最搶眼的 藍色是小巴途徑的地方 紅色是小巴的目的地 每一樣傳統的手藝習俗 其實背後都很有學問 香港的發展一天千里 昔日的大院早已不存在 旺角先師也搬了 小巴葉和小巴牌 雖然有一天也可能被取代 但他確實陪伴和服務 香港數十年的黃金時間 他留下的不只是一種集體的回憶 更是一種不用取代的歷史意義